别再说什么放下旧情 若真的放得下 只说明了这情不够深 大家好 我是杨又宁 我在这部戏里面饰演的是紫檀 我觉得他的心是一个特别干净的一个角色 紫檀他在爱情上面的这个痴情 应该是世间少有的 他要的就是阿妩 我相信他这样的痴情可以打动很多人 他以前最刚开始的这么两小五差的爱情 到后来两人被拆散 然后他想尽办法地要重新得到这个云海 那我觉得他在他追求爱情的这所有的过程 他可以改变他自己 变成任何一个他没有想过的样子 我努力地要找回当初的阿妩 回到我们分别的那一世 他跟阿妩的这个感情线 像青梅竹马这么干净 这么清纯甜美的一个爱情 然后转变到最后的如此浓烈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变化过程 他也不见得他真的要那个江山 但是他知道他唯有得到了江山 他才能够给予他心爱的女孩这个保护 不管你今天要的任何的目的 当你站上了这个皇位 你就必须要付出很多的血汗 只谈他心中的这个皇位 可能就是他的爱情吧 因为他既然要得到阿妩 他必须先占上这个占写的皇位 连一个女子都护不住 我要这天下何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佑宁 我所主演的电视剧《上阳赋》 正在八大俱乐部YouTube 一道热音中 我们在上阳赋 不见不散 上阳赋